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定位球应该是充分力 投球 非常精准的团球找到了慕比亚 慕比亚在华阳信服的时候就曾经在角球当中投球破门 就没有阅位 急转身 左脚射门稍微偏离点 好像朱利亚伴这个时候才举棋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球举棋举得太慢了 背身护球转出来 别了 诚实的远射 这个球有一个反弹 郭春雨其实扣球难度比较大 而且由于雨天湿滑 皮球比较滑 杨玉宁 二五速扣 对不起 二五速扣 右脚的低射位置也不大 波气 来了 打门 漂亮的 打得还是可以 门将扑得也很精彩 郭春雨 董春雨 这董春雨以前在原来的北库 他是踢不平 踢不平 又是木铁 诶 外围打了一脚远射 点对脸 抱负能力强 因为他有节奏的变化 突破能力 哦 脚跟的传球 哇 立住 好 古斯特的射门打在立柱上 外围再补射 被后卫挡下 再打门 张雨赢的左脚射门被摸米亚挡出 所以身体给的比较有力 脚跟磕得非常漂亮 这是张雨凝的传球 这一个最简单的二打 看看武汉的脚球啊 这样的机会很宝贵 对 上半场 很宝贵 球接到 乌龙万 很宝贵 65分钟 吹到了 为什么 你别啊 看得不是很清楚啊 这什么球 对啊 国安队有三个队员站在人墙里 咱们看看怎么打 哦 漂亮 漂亮 丁卫球直接破门 老五十多打击了 还得是等待一个定位球 是的 之前我们说了 奥克斯托打进了 你说这转 新赛季的第一个进球 转瞬之间啊 那边进球不算 这边马上进球 对对对 哎呀 独球比赛也往往如此 但必须也要看到 在下半场关队 实际上进攻压力是 呈现的很明显 而且奥克斯托位置前提以后 这个球确实是打得非常靠谱 这些找中锋 好的 后点 抽通 左脚直接起球 投球攻门 哇 顶得稍微有点正 破门机会的一次进攻 是 因为右后卫收进来了 这边空了 但廖军舰怎么出现在这个位置上 不是廖军舰 对啊 哎 又来了 呦 邹德海 再打门 过去 连续的多次进攻 武汉队距离进球就差一层纸 这就脑子热 主打发王靖 这个时候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2019赛季共产联赛第一轮 在武汉 北京忠贺国安客场1比0 战胜武汉卓尔 达到了新赛季的第一场胜利